都快五十了 父皇和母后怎么还不来参加我的姐姐之礼呢 公主不好了 那盼君焚霄带着十万笛马塔进宫里了 还扬言要娶公主为妻 正盼人四处坐寻公主的宗介呢 公主 我们快逃吧 残令下去 我祝二公主招摇 赏金白两 你是说 焚霄 霄哥哥 你说美了 也可是我见过你 最美的女子 哥哥怪会哄人开心 来 奴家敬哥哥一杯 如此良辰美景 喝酒多没意思 不如 我们做点别的事情 公主可是来找我的 别碰我 你不配 公主这话 从何说起 我乃堂堂北岳公主 你不过是一个从蛮荒之地 出来的荒淫低贱之人 你也配 公主可知 或从口出这句话 从有一天 我会让公主明白 不是人人都可以让您随意见她 即便对方只是一个土匪 超妖 我来 好久不见 我的公主 我的公主殿下 我是北岳儿公主 昭阳 在我吉吉之日 土匪出身的冯香 带着数万兵马 职工京城 不仅毁了我的吉吉之礼 还求见了我的父皇 控制了整个境度 当年冯某便说过 要送公主一个惊喜 不知冯某送的这份吉吉之礼 公主可还满意 这是什么 这是你父皇特意为我们下的赐婚圣旨 我的公主 接旨了 不可能 父皇绝不会下这样的圣旨的 定是你逼负我父皇的 这到底把我父皇怎样了 看公主这要吃人的眼神 想来是不愿接 既然公主不愿接旨 那我们就提前动访吧 低贱之人就是低贱之人 即便你现在身高位 装华府 也依然难掩那股子粗俗之气 只会难恨胡来 张勇 你不要总用这种眼神看望 你这双眼睛这么漂亮 就像天上璀璇的星星一样 若是挖了 不就太可惜了 你知道摧毁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那就是拿走的汁儿种植的东西 放在脚下碾碎 或许只有那样 你才能明白我的痛 放箭 父皇 父皇 母皇 父皇 母后 皇上站在宣镇殿上巢呢 至于皇后娘娘 公主等等我 公主 您尽可放心了吧 皇上好着呢 你是不是知道我刚才做了一个多可怕的梦 我梦到父皇和母后都被他杀了 你知道摧毁一个人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吗 那就是拿走的汁儿种植的东西 放在脚下碾碎 林依 给我盯死了他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马报给我 是公主 公主 太副大人与几位军中将领在军机阁紧闭防盟商量药物不知在刀骨什么 公主 太副大人在后花园与皇上把酒言欢 对皇上摆的是君臣之礼 并未伤害皇上 还有你说 我看得见 你是说 他并未做出什么伤害我父皇和母后的事 也没去后宫上杀抢掠 公主日日打听我的行踪 是不是在想我啊 有句话叫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公主是不是日里夜里都在想我 你说 你这段时间想了我多少次 是十次 还是一百次 你是不是还在想我的那番话 是什么一次 如果是的 那么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你了 心一朵 放开我了 需要的放肆 我主我是想看你 看我什么呀 看我有没有做坏事 对 如今可看到你 我确实在对公主做坏事 到底想做什么呀 我想做什么 公主不是最清楚 我想要你 心里有 满满的能够手 一轮月光 公主 天能不能不许定财富大人了 再给他变成字吧 难不开了 这春天怎么了 橘乱花也开了 再去那里花月上花这么重 你少啰嗦 不盯着他 我始终不安心 他一直想报复我 主要是一直没找到机会而已 但我先看 你怎么把人喝就都拍着你这个手 看月球都真正中了 五个又不像公主您 有山好的云霜粉刻 好 财富大人您轻点啊 你忍着点吗 我忍着点疼你就受不住了 你也太娇滴滴了 这是 月公主的身影 财富大人雄才大略 岂有什么如此朗朗轻木 萨萨风姿 不知惹多少公主女子思慕与她 天生二姐姐是个妒忌的 日盯着她 看我们见她一面都难 若来日 我与财富大人生女煮成熟饭 我看二姐姐的如何拦我 不好 二位姐姐 你放过她 有什么冲我来 什么 这么一样 是啊 不然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 我不过是掏鸟窝的时候 从树上跌下来 扭伤了脚 太夫大人好心抱我回来 给我伤药而已 到了你眼里 世间再好的男儿郎 也得变成乌龙的淫贼 二姐姐 从太夫大人进宫起 你就嘱咐我 在宫里千万别遇到她 就算遇到她也要绕道走 千万别把自己端到她面前 说她是个淫贼 给保护着自己 可这么久了 也从未见太夫大人 做出什么荒唐事来 难道是 二姐姐你喜欢她 想独占她 估一本我们见她 话说 太夫大人作然是个君痞子 但那张脸 简直与我绝配 你若真的不喜欢她 那妹妹我 可就真的要下手了 莲姨 我冤枉了她和四妹妹 她好像生气了 怎么办 公主常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营 公主既然知道错了 就应该说到做的 她这几日在做什么 听宫里人说 前前十日 一场暴雨冲烧了整个江坪县 诸多百姓无家可归 却吃少穿 太夫大人正在集结圆马去震灾 只是国库空虚 君资不齐 正在为此事发愁呢 把我多年的手势都收拾一下 送过去吧 这是什么 公主听闻太夫大人 需要大量的银钱重建设计 但被国库空虚 君资不齐等问题所扰 所以这是我们公主的一点心意 今天的公主和平常很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啊 今天的公主像只小兔子 乖巧又可爱 还会脸红 不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的 国家设计困顿 我身为皇室王储 也理应出一份力才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以前那样讨厌我 仅仅是因为我夺了你们的江山吗 可我并没有烧杀抢夺 也没有威胁你父皇的统治 我甚至帮你们修正军机要务 重整内外朝纲 可你为什么要考验我 仅仅因为我是土匪出身的乱臣贼子吗 昭悠 你回答 太傅大人怎能一个人在这喝闷酒 多无聊啊 月陪你喝 你还小 不能饮酒 那太傅大人受什么心事吗 月月 援作太傅大人的结语花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太傅大人不说与我听 又怎知我不懂 你日日跟在我身边 你不讨厌我吗 你不厌恶我吗 我为什么要讨厌你 难道居民的出身 就要嫌弃你 厌恶你 自古以来英雄不问出处 太傅大人一路走来 到大都统的位置上 诸杀奸臣 倾诉朝堂 安抚百姓 这样的政绩比我父皇好多了 像你这样有能力 生的又美的男人 喜欢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厌恶你啊 太傅大人最近和四公主打得火热 一会儿去交融 一会儿去赏花 有说有笑的 随他去吧 你说这蓝贵人肚子里的孩子会是谁的呢 皇上都已经小半年没来我们蓝元 还愿了宫里会有谁那么大胆 敢与后费似通呢 谁知道呢 我们还是安心做事吧 这可是关乎皇家脸面的大事 不是你我能私下议论的 蓝贵人 怀愿 难道是 红霄 蓝贵人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你的 你在说什么 蓝贵人 孩子 敢做不敢认吗 宫里除了你还能有谁 赵瑶 运势不要这么冲头冲脑的 有事怎么好好说 今天有什么好说的 土匪就是土匪 永远改不了欢迎浩散的本质 宫霄 你真让我瞧不起 赵瑶 你说话要讲究证据 我头上也不是什么脏水都能泼的 蓝人 去蓝月 蓝月 蓝月曾下青梅竹马 两小五彩 本身一段好姻缘 可蓝月 蓝月父亲为了家族前途 五股两家颜面 直接把蓝月送入宫中 银生生拆散了我们 于是 我们进宫做了蓝月的侍卫 那天 我们一时没忍住 然后 然后 拖出去 碎尸 太夫大人 太夫大人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吧 赵瑶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不堪的样子 粗俗 荒淫 低贱 所以在出了那样的事之后 你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我 你认定了一定是我做的 是不是 对不起 你看你出了什么馊主意 说只要赵虎的画表 把蓝怪人还孕的消息 透露给他 让他误会我 只要让他多误会我几次 对我有所愧疚 就会慢慢地改变对我的看法 然后爱上我 可你看到他的眼神了吗 你看到了吗 属下知错 请太夫大人责罚 责罚 罚你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吗 小灵依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太夫大人心胸宽广 又喜爱公主 应该不会生气很久吧 打他 打他 狠狠地打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 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你不顺眼 就是嫌弃你 就是讨厌你 嫌弃你 讨厌你 我原以为经过了这么多事 你能对我有所改观 可是赵友 你无情地让人心生觉悟 他们讨厌我也就算了 可为什么连你也讨厌我 赵友 小时候的你不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赵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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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冯霄 你放手 我好痛啊 痛 你等有我痛吗 每当你用那种眼神看我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痛吗 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可我唯独不想在你眼里 看到那样的神情 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 不要碰我 滚开 你走开 走开 你在发抖 你在害怕 你怕我 无妨 只要不嫌我 好我也好看 你不 在哪一刻都是寒度 张摇 你醒醒 张摇你怎么了 来人 来人 穿太医 快穿太医 一群拥医 都已经两天一夜了 公主为何迟迟高烧不退 我告诉你们 公主若再不转型 我要你们整个太阅陪葬 太夫大人息怒 以老陈多年经验来看 公主高热不退 问题并非处在钥匙之上 假之公主口中似有难难一语 老陈猜测 公主这高热之症 应该是心病所致 心病 你是公主的天生侍女 你来告诉我 赵瑶为什么会忽然晕过去 公主到底有什么心病 还有 她嘴里在念叨些什么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滚开 好 我不碰你 我离你远远的 公主 奴婢在这 奴婢会保护您的 赵将军他马上做的救我们了 赵将军 救我 公主从小就向往 宫外那多姿多彩的生活 五年前 公主终于有机会 摆脱了宫人的跟随 跑去了宫外游玩 不曾想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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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后救我 你继续跑啊 跑不动了吧 不要碰我 滚开 危机时刻 赵将军居士出现 当场斩杀了那样的土匪恶人 公主 公主回宫后 大病了一场 为保公主明捷 只得对外宣称 公主将火兵玩耍 不小心跌入池塘 受了惊吓 从那以后 将外之游成了公主心中 挥之不去的噩梦 所以 不小心跌入我 真的 赵将军 你怎么还不来救我 全新火 一剑成周末 任岁月 相忘 往事流转 在你眼眸 一遍遗忘 一遍拼藏 如我前程 何时双双 唯愿你能 得到拯救 赵遥 是我喝多的酒 犯了糊涂 对不起 可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所以我蹲在门外 说给你听 好吗 其实我是陈国的十三皇子 因我母妃破得胜重 后宫的女人 便想尽办法陷害我母妃 于是 她们便在我出生当天 人为的制造了许多起灾祸 致使陈国百姓 此生无数 启禀陛下 十三皇子天生命令待杀 宫外那些天灾 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今十三皇子这么小 就招致了如此灾祸 若是长留在陛下身边 恐会影响到国之气韵啊 为了我陈国国运昌盛 天下太平 臣提议 那便扔去冷宫吧 母妃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他们都欺负我 求求母妃带孩儿出去吧 想出去 好啊 母妃 那你就去死啊 你死了 我一定会如你所愿 把你葬在宫外 你死 为 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你 本宫又怎会与后卫无缘 倒是你害了本宫 给本宫看好他 若是再让他找到本宫面前 本宫就看了你们的脑袋 一个天杀孤星 压根就不备活在这个世上 好好的一个皇子 活得还不如我一个宫女 当真是六人生厌 就是就是 被人厌弃至死 还活着干嘛 要是早早死了 说不定还能投个好胎呢 好胎是不可能的 说不定能投个狗胎 猪胎什么的 只有说你的嘴就准了 工人讥讽我 母妃厌弃我 他们总是用充满嘲讽 不懈的眼神看着我 很轰和的就是 他就是一种罪过 我收购了他们 收购了陈国的一切 所以我逃离了陈国 遇到了出宫不失的你 那 这个馒头给你吃 我当时看到了一双眼睛 那眼睛真好看 璀璨如星 好像星辰大海 能包容世间万物一样 她的眼里没有厌恶和嫌弃 只有对天下百姓的关心和担忆 快吃吧 不要钱的 虽然你会对哪一个人都说这句话 可我还是抑制不住的欢喜 我的乐乐真是长大了 居然知道照顾人了 乐乐希望这天下再无战乱 我北约百姓再不受颠沛流离之苦 原来你叫乐乐 乐乐 谢谢你 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所以我要变强大 我要欺我者拒我 念我者为我 我要将那些欺负我的人 全部都踩在交警下 所以 你从一开始就是撑着我来的 所以 你起兵造反 光复我北约社稷 是为了报答我 是 你手握重病 却感觉一人之下成为太夫 也是为了我 是 所以你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我来的 没错 乐乐 你终于肯见我了 你换了衣服 我 我想换个新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 我在宫外听说 陛下要在你急急之日 给你招选父母 唯一是心急 所以 就在那天选择了宫城 我不能让你嫁给谁 宫城那天我求来赐纸生婚 是因为我想让你尽快地成为我的妻子 我说提前洞房是逗你的 却没想到招致了你的厌恶 所有的一切 我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所以乐乐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能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吗 就知道会是这样 所以乐乐 你能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吗 我能不能 不能 想高于水长 免不了跌宕 但愿你初心不忘 深情与离别与生 你 我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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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月光,在你对话,不管我多浮光,我都为你所谓 公主不好了,冰冠急报,是太副大人在与敌军周旋时,遭到敌军埋伏,身中数钱,恐怕,恐怕 太副大人被公主拒绝后,就一个人去了边关,说是要实现公主的愿望,忘不辜负公主当年救命之恩 乐乐希望这天下再无战乱,我北约百姓再不受颠沛流离之苦 我已在今年的电视中选了一批可诉之才,名单皆已登记在册,片关守卫图我也已经修缮 按照我所话所写,相信本月的百姓,不会再受战乱之苦,百姓也能安居得命,不会再有流明击不过腹,乐瓢满地了 希望乐乐能所欲良人,幸福一生,我会实现你的心愿,和你天下一个太平 今天的公主像只小拓子,乖巧又可爱,还会脸红,不像以前那样畅牙舞爪,我想要你 心里有我,满满当当当都是我 遭到敌军埋伏,身中树枝 冯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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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拯救了北约的黎民百姓,你让飘摇的国家安稳下来 你守着这边疆,让天下万民安全乐业 你有权某,有魄力,我能安保武能定国,是我配不上你 我只因为第一眼的偏见,都成我们错过了这么多 冯霄,我求求你,你活过来好吗?你别留下我一个人 冯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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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坏女人 全名不胀胆枪我男人 我受气了 我要哭了 哎呀 哭什么嘛 我家月公主是要做大事的人 才不会在男人的世上 与她的二姐姐斤斤计较 对吧 好了好了 我带你出宫 把整条长安街的吃食全都买给你 这样总行了吧 真的吗 快走快走 我告诉你 想要我都不依你 小连夜 你说 如何才能让昭瑶明白我的心意 你容易觉得吧 我们公主是个棒的 而且脑袋里的琴丝不是少了一根 就是少了那么一大截 对于情爱之事偏生比较耻特 若想公主明白自己的心意 还需太夫大人做出点心声 我当如何 死掉 太夫大人莫生气 奴婢觉得 是用让公主失去心中所障碍的人和物 大概才能让公主明白自己的心之所属吧 想当年 公主养了七八年的白雪雪死掉的时候 可是哭了很久 年年都去白雪雪分头哭呢 努力哭泣 才能记一辈子 你从上没流测 刚才的话可听清楚了 手下明白 我这一生最是害怕被人看不起 如今这满眼星客 终得逞所谓 与侄子之手 相隐藏青树 看皎洁月色 听流水叮咚 赏家人放心 遇见你 从此脸冬散尽 星河长迷 你是我的 人间脚脸 你是 我的人间是什么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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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